歡迎大家收看 Bandarys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一下Taylor結他的密碼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鈴鐺 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有最新的資訊會馬上送給大家看 今天看到我們放了很多木結他 大家都認得他們全部都是屬於Taylor的木結他 我們經常在店裡有很多朋友問我們 其實Taylor結他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模特兒 他們主要都是一些號碼 很多人都問這個是什麼 我們今天就把Key來告訴大家 一起去Taylor解密 大家經常留意到Taylor的木結他都會知道 其實他們的型號主要都是用三個數目去代表 Key 第一個號碼是什麼呢 第一個號碼主要是說它不同的系列 其實每個不同系列的配置的面板和側背板 另外就有它的Inlay和Viding用材都不同的 那第二個號碼呢 第二個號碼通常就是用來定義它是12線或是6線結他 而且也分為軟性的木材或是硬性的木材 至於第三個號碼就是形容結他本身的尺寸 因為大家都知道玩不同的音樂 很多人都會選擇不同尺寸的木結他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好 那我們開始了 那第一個號碼是什麼呢 第一個號碼是100系列 其實100系列主要的面板會用Sicker Spruce Top 側背板會用Warnet 至於200系列的面板會用Sicker Spruce Top 還有一隻叫Core的Top 而側背板方面也會用Core Maple或Rosewood 來到300系列 其實以往最基本有兩種不同的配置 要麼是Spruce 和Suppolet 而來就是Mahogany 和Bergwood 今年這個三系列就出了一隻新的木材 就是用Mahogany Top 配這個Urban Edge的側背板 什麼是Urban Edge呢 其實Urban Edge會比較像紅刀拉絲的土花生木 所以它的聲音底的中間比較多 聽起來聲音底會比較厚實 而且Urban Edge還要是一些比較環保的木 因為我看到Taylor都是對環境保護、種樹 他們都是用很多功夫去做這些 所以都是厲害的 我們講完300系列 下一個當然就是400系列 有什麼不同呢 400系列的Back and Side 就用了另外一些的實新木 這次就有Indian Rosewood 和Ovanko 好 來到500系列 首先500系列 其實都會有三個不同的Top 首先是Lux Bruce 另外還有Mahogany Top 和Cedar Top 側背板的配置一般都會用Solid Mahogany 好 到600系列 它的面板就用了Sickers Bruce Top 而側背板就用Maple 好 來到最後三個號碼 首先會有700系列 700系列的面板會用Lux Bruce 而Back and Side就是Indian Rosewood 但值得留意的就是700系列裡面 它的Wood Binding是Hawaii Encore 來到800系列 它就會用Sickers Bruce Top 側背板就會用Indian Rosewood 另外特別一點 它就會用Albony的Trust Rod Cover 另外有一個木的Pick Guard 還有一個Rock Maple的Binding 好 到最後打敗了 我們有900系列 900系列是什麼呢 就是它都是Sickers Bruce Top 都是Indian Rosewood的Back and Side 不同的是什麼呢 首先它有一個Albony的Inlay 還有大家留意一下它是沒有Pick Guard的 另外一個我們覺得很漂亮很漂亮的 就是它圍著結他的邊和Rossette 它都是做Avalon的Inlay 各位麻煩你K 如果在這裡那麼多Detailer裡面 讓你選擇一個系列 你最喜歡的系列 你會選什麼系列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7系列 因為本身7系列的Lux Bruce 它的特性會介乎Sickers Bruce 和Sida比較中間 所以出來的Sender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 我自己是外爆協會一點 我一向覺得它錄是Maple的Back and Side 和Sickers Top的整支 就是它的色比較近 我一向都覺得錄是很有型的系列 還有一些Frame 對 我一向都覺得很有型 Kipo 你喜歡哪一個 如果我純粹選擇一個 我最喜愛的系列 那我就選擇900系列 因為真的看到它的Albony的Inlay 它的角度是非常精細的 還有整個finishing是一件藝術品 所以真的非常有型 至於中間的Lumper代表什麼呢 中間的Lumper分別是代表六線或十二線吉他 另外亦都代表它們的面板木材材質 是硬的木材還是軟性的木材 軟性木材就包括了Sbruce和Sida 硬性木材就有Mahawkany和Core 我們來到最後一個Lumper 我剛才說過 最後一個Lumper就是吉他本身的大小 如果一般很大部份的朋友 很多人喜歡自彈自唱 或者出去玩Budging 或者鞋子的朋友都很喜歡Dreadnought size 在Taylor裡面Dreadnought size是0號 還有它近年也有一個新款 叫做Grand Pacific 7號 這兩款都在Taylor吉他裡面 如果大家想選中size吉他 都應該要試這兩款 另外也要提一下四號仔 四號仔是什麼呢 就是GA size GA size其實都是非常類似Dreadnought 不過它就會比較窄一點 如果大家覺得琴得很辛苦 都可以考慮一下GA size 跟著跟大家介紹中size之後 我們就會介紹小的size 近來出了一支叫做1號size 就叫做Grand Theater 其實這個size 會介乎Jazz Mini 和Concert size的中間位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支比Jazz Mini大一點 音量可以出多一點的吉他 就可以考慮1號size 其次之外 剛剛也提及過一支Concert size 就是2號size 它其實都會是一個full size的吉他 不過琴箱就會薄一點 如果是女生 或者是想拿出去Busking 這兩個size都可以考慮一下 除了剛才中size和細size之外 如果想比Dreadnought Body再稍微大聲多一點 低音再紅厚多一點 就可以考慮選6號 除了6號之外 最大的Jumbo size的模式就是8號 如果大家會看到 除了三個號碼之外 有時後面跟著兩個英文字母仔 有時是C或者E 或者兩個都有 到底是什麼呢 C代表它有cut away 換句話說 彈高把位會有多一點的空間 E就是一個Electronic的部分 換句話說 那支吉他是可以插電的 有時看到後面有個N字又是什麼呢 就是代表它是一支尼龍線的Taylor吉他 剛才說了1號至9號 都有很多選擇 其實有時有些朋友走開店都會看到 除了數目次之外 還有其他東西 那是什麼呢 其實除了1至9號之外 我們還會有些小尺寸的 例如BT系列 Baby size GS mini 另外大的尺寸系列 還有PS系列 Presentation系列 還有K系列 Pore系列 Presentation系列 是否它們現在最高級的系列 對 沒錯 最上級的系列 都是威水野 好了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Taylor吉他的型號解密 先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可以在裡面留言 可以問一下我們 我們也有同事回覆你的 還有記得 如果大家想試吉他 記得來我們和你琴行 試試很多不同類型的Taylor吉他 我們今天多謝K 多謝HeapHop 我是Marvin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一個小鈴 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Bye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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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